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坚持到现在 其实也很多原因 总谷张老这样子说给我们听讲故事 让我更有信心 但是最主要是我的爷爷日吉时代的时候 带这些他的社区的人来这边移民 我爷爷带得很好 再加上他是头目 我的阿嬷头目 我就想想我爷爷带得那么好 可以带动部落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是带一种使命感 想要让我的部落能够 大家一起动一起做 因为有些地方是有观光 我都有听到过 我们这边地方真的不错 有水上草原有孤岐湖 又离我们湘公所有水库 就这样子不能放弃